等等我 带上我呗 给被王在府中好好待着 哪儿都别去 对了 月儿现在怎么样了 她有没有被欺负啊 不行 我要去看一下 这月儿去哪儿了呀 怎么找半天都抓不到 月儿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月儿 月儿 小姐 月儿 你怎么了 没事 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月儿 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 走 我现在就带你离开 带你去锦王府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真的吗 走吧 我们去收拾东西 二姐好兴致啊 四妹来了 快坐 自从莫小小去了锦王府 我们这府上可安静多了 她倒是挺厚脸皮的 气死我了 二小姐 九小姐回来了 你说什么 莫小小回来了 正是 人在何处 在房间 四妹 要不要跟我去凑凑热闹 四妹 要不要跟我去凑凑热闹 这可是个好热闹 我要让她知道知道 我的厉害 等会儿带你去个好地方 好玩吗 好玩啊 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怎么还舍得离开锦王府了 月儿 我们走 走可以 可别把我们莫府的东西 带走了 凭什么 那是我的 凭什么 凭我是你的姐姐 你就得听我的 是吗 我还是你老子呢 就你这点力气 还敢挑衅我 四妹 你别太过分了 你明知道二姐要么锦王 还赖在锦王府不走 真不要脸 是吗 那我怎么看到二姐 和湘王睡在一起了呀 你别听她胡说 我没有 这胡没胡说吧 你最清楚了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有没有 我没有 那她为什么说有 我真没有 别跟我解释明白 你说清楚 我们走吧 就明白 我没有 你怎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 你要相信姐姐 姐姐从小知道你喜欢香王 又怎会与香王做枸杞之事 可是莫小小她 她就是个小贱人 先是抢走了我的锦王 现在又来挑拨你我之间 真是够恨她 瞧你们这点出息 别人一句话 就让你们窝里斗 那娘 你说怎么办 难道真让那个小贱人 到上香王妃 那倒霉的 就是我们了 有钱 能使鬼推磨 你们斗不对 自然就有人斗过她 谢谢二哥 帮四弟把晓晓送过来 本王带晓晓前来 并不是为了你 晓晓到本王这儿来 王爷 谢谢你之前对晓晓的收留 才不至于让晓晓露宿街头 相望殿下 晓晓还是不回去了吧 前几日看到你与锦王府的丫鬟私混 我回去不太好吧 放肆 翊儿 你身边这位姑娘是 回皇兄 这位是莫夫九小姐 莫小小 是小小啊 抬起头来 让朕看看 见过皇上 见过太后 这丫头长大了呀 甚好 甚好啊 对了小小 你跟玉儿的婚事 也快到了吧 启禀陛下 晓晓想让皇上收回此婚的旨意 哦 这是为什么 收回 这是为何呀 因为晓晓发现 湘王已有心爱之人 玉儿 朕赐婚的是莫家九小姐 你却与四小姐私定终身 成何体统啊 我 皇兄 臣弟以为 湘王虽然行为不端 但尚未承接 既然九小姐有意退出 何不成人之门 事到如今 就按锦王说的办法 取消九小姐莫小小的婚约 改为四小姐莫人 啊 另外 湘王禁足一个月 以示承接 皇兄 谢陛下成全 四姐啊 小小在这恭喜你 给你的礼物 这里呢 不仅是有你和湘王殿下的 还有和锦王府的丫鬟的 还有啊 宜春院的春花姑娘 还有啊 宜春院的春花姑娘 你慢慢看吧 赫连鱼 这里的山路是把握 这里的山路就连环 有船吗 船来了 好无聊啊 小姐 怎么了 二小姐 那是二小姐吗 是她呀 她分明是白眼狼 对 奴婢眼镯 就是一个白眼狼 她去哪儿了 不会是去锦王房间了吧 不知道啊 别哭哭啼啼的 王爷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不能不要我 如果你不要我的话 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回去 是 王爷 狗男女 不要脸 小姐 这什么也听不见 你跟谁怄气呢 辣眼镜 小姐 你等等我 你干什么 王爷 我这一生 只任你一个男人 反正早晚都是你的未婚妻 我 我求王爷成全 只要能成为王爷的女人 我什么都不在乎 你不在乎 本王在乎 滚 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 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 我还以为锦王是什么正人君子呢 我 太不要脸了 就是 真是气死我了 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 我真的 莫姑娘 怎么了 是不是有刺客 刺客 没有 天黑了 我健身呢 健身 要不然我也教你们一招 我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我只想要和你 天文我还是很生气啊 等等 我是什么事情生气的 他跟别人暧昧 关我鸟事啊 没有什么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 月儿 上酒 得了您了 快 我先 提一杯 爽 通过院 我认识了这帮老弟老妈 我贼开心 我告诉你们 以后在这个大院里 提我 好使 给你扮得明明白白的 知道不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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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就完了 来 干一个去 干 慢点 干 你们说说 那个王爷 那个王爷 他什么眼光啊 他都配不上 你知道不 对 配不上我 对 配不上我 锁的贼对 扯的没用的 干了 咱俩搁一个 搁一个 干一个 来 就说论盐子这块 这个府里 我说第二 谁敢说第一啊 我就是这府宗的扛把子 还有 就我那什么姐姐们 愁不愁 愁愁愁 愁愁 是不是我最美 对对 你最美 来 你先给我干一个 你快点 全喝了啊 来 来来来 哇 那王 吉祥 那王吉祥 那王吉祥 你给我鼓鼓掌 把手咬起来 我还能喝 我是谦卑不醉 锦王 锦王 你出来 监王 你出来 锦王 你出来陪我喝酒 锦王 你出来 别喊了 九王不在 不在 不在 你 没我好看 你没我身材好 我是最美的 老娘最好 偷给你们看 我最美 你干什么 死鬼 我还要跳 别玩火啊 你 你 你是老娘的人 以后离二姐那个贱户远一点 小姐 你有事 走开走开 我能有什么事啊 小姐 墨家二小姐 贤良淑德 有什么不好 还望母后承去孩儿一次 孩儿从小到大 都没有求过母后 还望母后承去孩儿一次 孩儿从小到大 都没有求过母后 母后老了 我想啊 在我活着的时候 能够看到你成家 母后 你也希望孩儿去到心仪之人对吧 就让孩儿做主一次吧 那你 真要是有一个心仪之人 就马上告诉母后 母后 已经有了 墨家九小姐 墨小小 我们两人两情相悦 还望母后成全 那个孩子 长得倒是挺机灵的 只是 性子有点野 你能驾驭得了吗 不是如此光飞 怎能配得上我 王爷 你可不能让墨小小住在你这里了 我可是你的女人 要不 把她赶出去吧 哎呀 王爷 你若是没有其他事情 早点离开吧 你不可以这样对待我 我可是你未来 将要进门的景王妃 我自会让皇后 收回这道圣旨 我不要 难道 需要我叫人请你出去吗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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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念一下我刚刚教你们的口号吧 日出东方 唯我不败 一口江湖 千秋万代 好 以后 你们就唯我马首是瞻 我不要 我不要 你是一个人 我刚才 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